Hardy 各位親愛的小腦弟老天盤哥來了 這一集就是呢 那透明殼就是我說我認為它是原廠三個裡面殼最好的 就是選擇 那還是有很多小腦弟啊就是會去問一些問題啊 所以就是我今天再快速再回應一些好了 就是把這個透明殼所有的疑問一次再講一遍 雖然我之前的影片有但是我還是要快速再講一遍 就是你們都會誤解它 它是最好的它是三個原廠殼裡面最好的 就是為什麼 我先講它的優點啊 就是說這種光滑的材質啊 你在摸一定是最舒服的 所以它一定是三個殼裡面手感最好的 那其他兩個殼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因為說那個矽膠的話 它會有一點沙沙黏黏的 就是那個手感啊就是有一點摩擦力 皮革也是一樣啊 皮革可能比那個矽膠再好一點 可是它畢竟是動物的皮 或者是什麼皮革嘛 所以它就是有那個毛細孔 或者是什麼就是會沙沙的 那你這種透明你這種 它這個完全是光滑的 而且它的收邊是很圓潤的 所以當你的手在摸的時候 它是很舒服 而且它在放你的口袋啊 或一些什麼 它就是都很光滑很舒服 所以它一定是三個殼裡面最好的 我跟你保證你 你不要聽有一些它會講說什麼 它認為哪一個殼是最值得買 可是如果你要親自去體驗了以後 你才會知道說它真的是三個殼裡面 我認為它的是所有手感最好 還有所有的優點 但是它有一些缺點 我就是不是替它講話 而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想的時候 我們在講這個殼的時候 就是我們希望它完美嘛 可是它卻有它的沒有辦法實現的地方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有一些問題我對一個回答 第一個最多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就是按鈕 按鈕會說不好按 那它這個按鈕不好按 你要知道它為什麼會不好按 因為它的這個硬殼啊 原廠這個硬殼 它是全部都硬的 它底是硬的 旁邊也是硬的 那這種整個都硬的的話 一般你看外面賣的殼 它就不會做按鍵 因為要再砍入一個 它按鍵要做軟的話 TPU的話 它要砍入這個按鍵 它是很困難的 你自己看它 原廠做的這個砍入的按鍵 它做到已經沒有任何的縫隙 或沒有讓你看出來是拼接的 所以這個工藝的技術是很強的 所以它勉強做出這個按鍵 當然旁邊全部都是硬的話 它在壓的話就會比較不好按 所以就是 但是至少它有按鍵啊 不然一般的話它都不會有按鍵 所以他們都按樓空的 樓空就是會做的像這個靜音鍵這樣子 所以你有一個日本品牌 叫什麼ARJ key或什麼的 就是都做這種樓空的 它還是做硬殼 可是它做這種樓空的 你在按你就會不舒服啊 不然你就是試看看說 你現在用大拇指去壓這個靜音鍵 就是你是這樣去按按鈕的 所以一定跟有按鈕的差別很大 所以它至少原廠的有做按鈕 我就給它加分了 就是很不錯 但是按鈕的確會因為旁邊很硬 你按不太有時候比較有彈性 可是我認為13的話是已經變得非常好 變得非常好按 那13的話我覺得超級好按 根本不用處理 我下面內文會附上說 怎麼處理這個按鍵 12、11什麼那些就不好按 你就是要處理 處理就是拿刀畫兩刀 我會在內文裡面會附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已經很不錯 它有做這個軟的TPU的按鍵 而且它按鍵 你自己看這種工藝的技術就是 它沒有任何的讓你感覺到很粗糙的拼接點 所以我覺得按鍵根本不是按鈕 更何況 一般很多人你會去批判它按鍵 可是你不會解決 我已經教你怎麼解決了 所以按鈕已經解除了 所以就是 我是覺得這個是 就是它按鈕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如果要去了解說 它這個本來這樣的設計 按鈕本來就一定會不好按 因為它旁邊全部都是這種硬的 很硬的 都是這種硬殼 所以我覺得按鈕其實這樣子就很OK 那你們如果真的不行就去處理 處理我會告訴你 你們處理在內文裡面 拿刀畫兩刀 第二個問題是 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就是下面沒有包覆 就說這很可惜 它原廠透明殼就沒包覆 那我還要再提醒一遍 就是你要了解說 它為什麼不會包覆 你們應該了解有一個品牌 叫犀牛盾吧 犀牛盾 iPhone XS 7 8XS iPhone 11 有時候不太好拔 原因是它就是全包覆 然後它的那個旁邊的塑膠 這些都是比較硬的 你只要比較硬的材質 你做全包覆的話 你殼拔不起來啊 更何況你現在外面有沒有看到殼 它做全部都是硬殼 它旁邊這都硬的 它硬殼有辦法做到像原廠這樣這麼厚嗎 你看它這個有多厚 你如果相信 好我可以跟小老弟講說 好你今天要求原廠 好啊 你如果把下面做全部包覆100分 我就買你的殼 好我告訴你原廠 如果這個做出來 你拆得下來嗎 犀牛盾當初拆都拆不下來 大家拆的手指甲都斷掉 手都拔不開 就是原因是犀牛盾 它就是你看到犀牛盾它那種塑膠 它雖然是硬 可是它沒有那麼厚 它可能還稍微有一點 它因為它有蜂巢 所以比較薄一點 你已經很難拆了 犀牛盾拆的方法 我之前也有附 我會附在下面 但是那個都那麼難拆了 你看原廠的這個那麼厚 你要怎麼拆得起來 好你如果說我拆得起來 那我現在就請你說 你不要從下面拆 你原廠的殼 你今天你試看看 你從上面拆啊 你試看看從這裡拆 你最好拆得起來 你要想如果你今天下面 也把它做全包覆 把它封起來 你上面像這樣你拆得起來嗎 你看我現在這樣子 我這手都拆指甲都斷掉 也拆不起來啊 所以我是覺得小小弟 你們不要再說 就是說原廠的下面 不要這樣做 他們一定有去想要 他們一定圓形的時候 有做這樣發現拆不起來 所以這個是最佳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我還是覺得它這樣是很好拆的 所以在不知道怎麼拆 就是我家裡面說 你看它就是兩邊 我這樣子把它翻開 然後我用大拇指這樣把它往上 往上撥 它就拔起來了 所以其實是很好拆的 這麼快而已 這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不會有人教你們 那我現在就教你了 就很簡單了 那如果你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個拆不好拆 這裡推不起來 你就再拿一個USB線 等我一下 我已經說過 如果你再覺得不好拆 你就是拿一個這個USB線有沒有 就是插在這裡 USB線插在這邊有沒有 你把旁邊這兩邊這樣子撥開啊 撥開然後這樣一推 你覺得這個拆有多難拆嗎 這個一秒鐘就拆開了 所以就是 我是覺得 拆跟按鍵這個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等我一下 比較大的問題是 就是 你們會希望它包起來 可是其實你如果知道它的用意 你就會完全了解說 它為什麼下面不包起來 它包起來你就拆不起來了 你看市售的所有的殼 我再提一遍 有沒有人做那麼厚的 它這個做那麼厚 又這個這麼硬 這個那麼硬 你如果全部都包住 你根本拆不起來 所以你今天 比如說按鍵不行 你就處理按鍵 那就OK 這底部 我會教你們怎麼樣去拆拔 就是很輕鬆 很輕鬆愉快 可以用指甲 如果你沒有指甲 你就是拿USB線 從這邊 從這兩秒就插進去 插進去以後 你就手就稍微往上推 這個不用兩秒鐘啊 就拆起來了 那更何況就是 如果像我比較熟練的 我不要用USB線 我不要用USB線的人 我就這樣子一推 然後我就往上推 就很好拆 因為它這個殼超級硬的 如果它包起來 你就會跟那個犀牛盾一樣 根本沒有辦法 你就拆不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一定有考量過啊 我不是替它講話 因為我自己也是 一直有在研究殼 我會去了解說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設計 還有就是說 有的小小弟會說 那這樣下面沒有包覆 它會不會這樣撞到下面 我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說 除非這個地距離很近啊 不然它一般你這種 這個手機是長方形的嘛 你掉下去的過程 它會旋轉 所以它會撞到四個角 會撞到四個角 你會直接撞到這個底面的話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 第一個 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 它地上是尖的石頭 或者是它是不平的 有可能撞到 可是那個機會 以現在而言 就是比較不太可能啊 除非你去深山 或去山裡面 才有可能說 地上很多那種大石頭 但是不是說沒有可能 只是說撞這樣子 機率很低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運氣很差 就是你剛好這樣掉下去 剛好就是會撞到尖的東西 不然如果不是這兩個因素 一般而言你掉下去 應該是第一個要嘛 它就是 它在掉的過程 它就會旋轉 所以它不會垂直這樣掉 不會去撞到下面 它會旋轉去撞到這個 這個腳 所以它通常四個腳會撞 包含這個也都有腳 所以都不會撞到 不會撞到這個底部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底部 那如果你真的底部會被撞到 你真的就真的很衰啊 還有你一般你手機 不會跟其他很多零錢 或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 放在一起吧 你放在口袋的時候 不會再放鑰匙或什麼吧 因為你會刮傷啊 那你這樣自己會刮到 一般你口袋都是空的啊 所以你這個根本不會有任何問題 所以就是跟各位解釋說 不用擔心它下面會撞到 因為你自己如果很小心的話 它不會去撞 只是說你如果今天要這種手感 又這種有稍微的防護 它的防護也是兩米多的 這網紅都有測試 所以你們應該就是說 不用那麼去擔心 你想太多了 那你看現在市售的這種的TPU 它一般旁邊都是做軟的 它好拔會做全包覆的 通常旁邊都是軟的 然後背板才會做硬的 那你看原廠的 它是全部都做硬的呢 你看它硬的這個多漂亮 它全部是它沒有任何的 像我說那個Air Jacket 那一個就是日本那個品牌 我不想要開箱的原因是 因為我以前都買它的 它是全包覆的 然後它的比這個還薄 可是你就不好拆 然後它拆它下面為了要好拆 它的四個角會去挖 會去挖孔 就第一個不美觀 我為什麼不開 原因是第一個不美觀 第二個我再拆它下面都會破掉 你們自己去看它那個產品的設計 會破掉 因為我有用過 所以我根本不會去開箱那個 還有它旁邊的按鍵 它是做樓空的 按鍵更不好按 下面會破掉 然後它的周圍不會像這樣 蘋果做這樣都是平整的 所以你看它這個殼就會這麼漂亮 就是它的這麼厚 卻很平整 所以我就說這個殼 我就 現在按鈕又好按 13mini這個按鈕那麼好按 然後就是解決了問題 然後拆裝我又沒有怎麼樣 我不會覺得底部跟這個拆裝是不好拆 所以就很好拆 所以它就是滿分 所以今天就是跟你們就分享說 這兩個問題就是說 這是比較長大的問題是你們會問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改進就是它這個 我說它這個MagSafe變長 它的吸力你如果吸卡的話我穿應該會變強 還有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心理因素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 就是我現在在吸這個MagSafe 我覺得比12的強 比如說我那個 我不是有一個那個磁吸的嗎 我這樣一放它馬上就吸得很穩 所以我不知道它這個有沒有改進 但是我覺得有比較強的感覺 所以跟你們分享 就是說如果你要入手原廠殼 這個一定是它一定是第一名的 我跟你說它絕對是你買這三個 因為我Pro Max 12Pro Max有買三個殼都有 原廠三個殼都有 你們去看我前面的影片 12mini也三個殼都有 我基本上它的殼 然後11的也都有 然後之前XS的也有 所以就是我 我對於這種殼我已經非常的了解 所以今天就是跟你們去談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去解決問題 而不是去說它這個殼 就是我們第一個看能不能去解決 還有第二個就是你看它的 要去了解它的設計 那像我之前有時候會批判一些殼 或覺得它不好的原因是 有的它的品質是不好 比如說它買來了就很多刮痕 或者是說它的做工很粗糙 或一些什麼 可是你看這種蘋果它做的這個 它做這個我真的是比較沒有話講 所以就是說這種 我會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品質很好以外 就是我今天給你們的建議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要入手這三個 以我這種也不能 不能自己講說自己很專業 就不用自己催或什麼 只是說你用過那麼多殼的體驗 我會跟你講的是我很真實的經驗 就是如果你要買這三個 如果這三個殼在用 我最多用的就是透明的 我就直接跟你講我幾乎都是用透明的 其他那兩個偶爾才會裝 所以就是我會跟你們說 如果你真的要三個殼要買一個 你就是買透明的 絕對沒錯 就是我的經驗 如果你相信我 你去試 你就會知道我這種體驗 那其他那兩個不是說不好 那兩個是可以買 就是你有多的錢 你可以運用在其他的時候 但是透明的絕對是百搭 而且它不容易髒 不容易清理 因為我很懶啊 我不要再去照顧了 我不想再去照顧皮革的 我也不想去照顧矽膠的 因為他們第一個怕髒 然後有灰塵 然後皮革又怕發霉 或變色 或者是MagSafe有圓圈 還要上油或什麼 又怕它會用到水或什麼 這個那麼硬塑膠 這個硬塑膠完全不用 所以這個就是過來人的經驗 就跟你們談 所以就是 這一集就是在跟小小弟們去談 這個順便講一下觀念 那你也去了解說 這殼大家這樣設計 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再重新再重複一遍 如果今天它真的連下面都做了 你這個殼就拔不起來了 你就會像犀牛盾一樣 犀牛盾的那個材質 還比這個軟一點 我在重生影片 你看它這個那麼厚 你最好爬得起來 所以就是跟你們再談一下 然後我們想辦法去解決 你要嘛就是用這樣子 兩邊用把它推出來 或者你頂多再準備一條 USB的線 從下面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按鍵的問題 我都會附在下面 好 那所以今天呢 影片就到這邊 那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我替它證明 就是 原廠透明殼 今天是好的 這個真的是非常好 集工藝的技術 跟所有的手感 跟所有的優點 都在這個 那頂多是說 看它未來會不會 GPen如果你們真的要 我寫信給Apple好了 叫它做TPU的 就是它旁邊下面做軟的 這裡包起來 但是我是覺得 如果全部都硬的話 我覺得它這樣設計 是很漂亮的 那你就自己注意一點就好 這邊稍微注意 可是其實你不要注意也沒關係 因為你這個 一般你手機掉下去的話 除非地上是不平 不然基本上 撞到這邊的機會 微乎其微 反而是你用這個USB線 你在插的時候 還比較容易去這樣刮傷 對不對 一般基本上都不會 你看我之前的12mini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好 OK 那今天就到這了 希望被你們有幫助 也希望解決了你們的問題 好 所有解決的方法 我會放在內吻裡面 OK